大家好 我是阿Z 今天教大家如何打開RAR檔 當你使用Windows電腦的時候 你會發覺我下載一個Zip檔出來 Windows自帶的工具就可以直接打開並想解壓縮 但當我在網上下載一個RAR檔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打開或者是做一個解壓縮的動作 那應該要怎樣做呢? 有些人會上網找到Windows RAR的工具 的確它那個工具是蠻好用的 但它那個工具又不是免費 免費使用的話是會有廣告的 這樣就很煩了 今天來介紹一個我自己非常喜歡用的解壓縮工具 就是7Zip 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首先它是開源的 第二它的支援度都非常之高 除了我們剛才提到的RAR檔 它也可以打開其他壓縮檔案的 我們先去Google去找7Zip 那它第一個就是了 這個畫面就非常之簡陋了 這裡就看回了 如果你使用64bit的Windows 就說下載64bit的 32bit的就下載32bit 如果你打算說我Face去看了 那我就一陣會建議大家下載這個32bit的版本 因為32bit的版本 就是64bit以及32bit都可以用的 那我自己就是64bit的 那我也是下載32bit出來 那由於我已經下載了 已經安裝了 那我安裝的步驟就不多做介紹 因為其實不斷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7Zip的一個畫面 可以看到是非常之簡潔的 你又不會有什麼廣告 但是你會發現它是英文 是不用擔心的 我們去這個Tools 然後按這個Option 之後去Language 就選擇繁體中文就可以了 然後按套用 它就立即變成繁體中文 我們想打開RAR檔 或者直接用它來打開這個Zip檔 就非常之簡單 如果你沒有管理員的話 我就建議你直接在這裡按就可以了 想打開哪個檔 我就按下去 按下去按下去按下去 以此類推 那我們今天不用用到這麼多 我們就直接套用這幾個就算了 搞定之後 我們就按這個套用 又可以看到這裡立即有些變化了 AR檔 和Zip檔都變了 我們之後會使用7Z這個工具 來打開Zip檔 或者RAR檔 那我們打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RAR檔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可以開啟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學的話 可以在下面說我聽 我會再把我所能拍片出來說大家聽 如果想不錯過我的影片 都不要忘記去按個訂閱 然後在下面按個讚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對你的朋友有用 也可以分享出去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